国道上两台车翻覆在外侧和中线车道上 颜色自小客车四轮朝天 车顶被撞烂 车头车尾全毁 整台车几乎变成一团废铁 另一台车同样面目全非 零件四散 可见撞击力道相当强大 现场触目惊心 可怕的是还有人被抛出车外 躺在车道上 车辆纷纷闪避 救护车抵达现场 发现一男一女躺在车道上 还有一人卡在车内 救难人员出动破坏器材 紧急将人救出送医 一男一女被抛飞在外面 一名男生受困于车内 一名男性的话是轻伤 事发在23号晚间10点多 活到一号南下237公里 云林湖围往陡南方向 其中一部自小客车 坐着22岁肖姓男子 和23岁的秋姓男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高速冲撞前方车辆 秋姓男子当场被抛出车外 而被撞的车辆 50岁料姓女子同样也被抛出车外 倒在车道上 手脚严重变形 临名49岁男子 伤势也相当严重 两车四人三人失去生命迹象 发生碰撞 是两部小客车 分别翻覆于外车道 及中验车道而造势 四人全被送往医院急救 不过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经过半小时的抢救 还是回天乏术 这起车祸一度造成塞车 警方在一个多小时后排除 两台车被拖回国道 车体变形 变成一团铁球 完全看不出原貌 详细肇事原因 警方将采集现场击证 同时等唯一生还的秋姓男子 制作笔录后才能厘清 东三兄高志宏 蔡玲汉在云林采访报道